我最大的心願是 小朋友可以回家回來 男親媽雙手 做著工作 語氣心通又無可奈何 前陣子大女兒 不幸被騙去柬埔寨 就此人間蒸發 在家裡 家裡需要什麼 生活費 醫護費 位在屏東原鄉的 男親家庭 媽媽獨立養家 小兒子罹患淋巴癌 第三期 小女兒聽覺障礙 大女兒為了分擔家計 被騙去柬埔寨 一下機就被收掉護照 人蛇集團開條件 再騙六名台灣人 才可以放人 就像抓交替 之後大女兒訊息中 口氣換人 8月4號再無音訊 至今生死未捕 單親媽做了最壞打算 單親媽忍痛拒絕 人蛇集團要求 選擇報警處理 每天在家等消息 二十多天過去 完全沒有進展 快點回來 別人都喝了 新娘當張宋 你們 八十歲 女兒被騙去柬埔寨 單親媽已經很痛苦 但將心比心 不願意再造成六個痛苦家庭 只希望政府快快幫忙救人 一家人早日團聚 記者當初網上網書宏屏東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東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